各位同志 朋友早安 我是菲斯 鄭文貞 今天是5月8號 星期三 現在時間是早上8點30分 祝福大家小週末愉快 好 那昨天晚上的美股市的指數 是小幅度的震盪 台子夜盤是小跌了21點 整體格局算是中規中矩 那以個股來講 昨天美國股市 也沒有什麼太突出的個股 所以 這就回歸了 歸到我們在上週跟前幾天一直在強調的 當成了市場的資金就是說沒有什麼太大的亮點 沒有什麼太大的 財報要公佈 資金就會轉往低位階 好 等一下會來告訴大家 那還有包含像是昨天蘋果發表的一些 新的iPad 那跟一些新款的產品 那我覺得說昨天的蘋果發表會 完全沒有亮點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說這一塊就是 看看就好 不用特別去找說昨天蘋果的新產品 有沒有什麼新亮點 新的族群 就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沒有 就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說很多人說 很期待這個蘋果的發表會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其實蘋果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進入這種高原期了 它要再繼續往上成長 大幅度的爆發 我覺得有難度 所以就是看看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幾個重點 來5月8號 今天吧 還是一樣指數的實質壓力會在20750 以現後來講 它的實質壓力就是有真正套勞賣壓的 會在20750 所以如果說你是做指數的話 你就可以再接近20750 因為說這就是一個 它的大概的區間 那可能到20740 2073多 就可以先反手去做反向的放空 這部分指數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說以族群來講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還是以低位階為主啦 那所謂的低位階 有包含像是面板驅動IC 還有像是被動元件 這些都是 今天都值得持續下去做留意 面板驅動IC 包含說敦泰天鈺聯勇細創等等的 那還有像是被動元件國具 那還有像是昨天提到的這個利用電 這些都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華星科 那以非電族群來講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航運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航運類股我們大概放兩個禮拜了 有吧 近兩個禮拜 每天都是航運 航運 會養到昨天還在穿高 那觀光旅遊 我就說短線上可能會 因為說觀光旅遊很多都漲很多了 那我們的寒色 也是大賺30%獲利出場 那可能說短線上 它會稍微的震盪消化去做 去做籌碼消化 那這個時候遊戲類股就有機會補上來 那遊戲類股有什麼利多嗎 等一下我再告訴大家 遊戲類股沒有利多 但是它很有機會補漲 就這三大重點給大家去看一下 那包含像是昨天的美國股市 所以如果說其實在目前的行情 就不難操作 我們只要針對低位接低基期 買下去我跟你講五月份絕對不會吃虧 那說不知道有哪些股票是低基期低位接 加入我們的Lighter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有任何持股問題 想加入操作 我直接帶你帶進帶出的買進 加入我們的Lighter 或直接打電話進來 好我們直接看一下這個 昨天的美股剩下指數 其實就像我講的嘛 美股市大指數已經正式轉強了 那正式轉強很快 就是說它目前是一個 從可能說震盪型態 轉成是多頭格局 那只要說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個股 像是NVIDIA AMD 這些正式繼續往上突破的話 對於台股來講 很多個股一定就是繼續去做發酵 所以昨天的道琼 整體也是不錯 持續守穩在季線之上 昨天的NASDAQ也是一樣 有沒有 持續守穩在季線之上 整體格局都是 已經從 可以出來說 從短線的空方 轉回到長線的多頭趨勢 沒有太大的問題 S&P500也是一樣嘛 昨天也是持續在上漲 包含像薩克斯費半 費半昨天是小幅度的開高走低 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都持續守穩在季線之上 所以像這種情況其實 台股早晚會發酵 對於個股來講 只要說指數直穩 個股早晚都會去做發酵 就是說給它一點時間 讓電子成交比重往上拉 要買便宜就是趁現在 所以包含像是 昨天的羅素2000 昨天美國的 算是說中小型股的指數 羅素2000 也是持續在往上做推升 非常的強勢 那現在這個時間 早上8點34分的日經 日經是小幅度的震盪 日經算是說 相對比較疲弱一點點 目前是跌了0.98%左右 那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算是近期 如果說以亞洲股市來講 算是相對最強勢的 韓國股市 目前是小漲個0.09%左右 所以預計今天的台股 如果說以目前的亞洲股市 這樣來看的話 預計今天的台股 也是以區間震盪為主 會比較合理 因為說目前的日股 還沒正式轉強 韓國股市在轉強 等於是說亞洲股市 有一點不同步 那就變成說個股表現為主 那以台股來講 可能說今天一樣是靠台積電 或是說靠鴻海來撐 所以今天就滿有機會走出一個 可能說白點或是說150點的 小區間震盪 大家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你去看我們從上禮拜 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全世界最落後的三大指數 上陣 深圳跟橫生 開始在大漲 這就代表說全世界的資金 都在轉往低位階 就是在轉往低位階 有沒有 這是中國的深圳 持續在上漲 這是上海的上陣 持續在上漲 有沒有 上陣非常強勢 漲不停 你如果說全世界的股市 近期最強的是誰 就是上陣 但是你說近兩年來 最弱的是誰 也是上陣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整個全世界的選股邏輯 應該是這麼說 全世界都在減便宜 包含像是香港的橫生也是 有沒有 非常的強勢 所以 這就會看出說整個國際的氛圍 包含像美國昨天的個股 其實說昨天美國的個股 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一些重要的股票 就是小幅度的震盪 小幅度的回彈 那就像我講的 要買就趁現在 你要減便宜就趁現在 包含像是ARM 是ARM 持續在足底 我就是說ARM ARM 我跟你講 只要明天 就是明天早上的法說會 不是法說會 這個財報公布 財報只要講得好 ARM只要一天 你相信我 ARM只要財報跟猜測好 只要一天 他就可以回到月線 邏輯很簡單 ARM本來就是IP IP的特性就是波動大 股本心 只要說有一個利多進來 只要一天 他就能從目前的主體型態 轉成是多頭格局 所以這部分也可以 持續下來做留意 安某 包含像是 其他的 像是APPLE 昨天 其實你去看 這就是像我講的 昨天的新產品 其實沒有什麼新意 那APPLE也沒有太大的表現 就持續守穩在多方格局而已 那包含像是其他的 像是 博通也是 也是小幅度的 就是說這些個股 全部都已經轉成多頭型態 那只是缺一個起火點 很快就會上去 包含像 埃斯摩爾或台積電的ADI也是 有沒有 台積電ADI也是持續守穩在 多頭格局之上 美超委 也是一樣 應該說 只要美超委也是 但是他讓他稍微去消化一下技術面的賣壓 很快他就會上去 那就是說美超委 他算是說 美國的ODM指標 那只要說美超委 站上季線 就藍色這條線 對於台廠的廣達偽創技嘉 鴻海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他本益比評價的提升 所以 簡單再看一下整個國際的商品 就是說 其實說昨天沒有太大的變化 包含像美元也是 因為說昨天新台幣是稍微的貶值 那我就說這只是一個過渡期 因為美元是在貶值 美元在貶值 其實沒有理由會壓抑到新台幣 所以理論上昨天的貶值 他算是一個過渡時期的調整 很快就會升值回來 這沒有什麼大問題 美元指數昨天持續在披落 美債昨天持續下滑 這是美債殖利率 美債殖利率持續下滑 其實美債殖利率持續下滑 也代表說這個 現在的美國的利率 差不多就是到頂了 不會再升息了 就是這樣的邏輯 包含像昨天的黃金 持續橫盤整理 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原油也是持續在破底 那就像我講的 你在近期裡面看到一些新聞 會告訴你說 以色列跟伊朗衝突又要爆發 又要幹嘛幹嘛的 這個到底是真消息還是假消息 我跟你講去看原油就好了 只要原油沒有大漲 什麼伊朗以色列地緣政治 但是看都不用看 完全不重要 因為這就叫做假消息 就這麼簡單 包含像VIX 有沒有 VIX也回到 幾乎是回到原點 包含像比特幣也是 我就跟大家講 比特幣叫做投機之王 你可以不用去買比特幣 但是你要去理解它的邏輯 比特幣目前是持續 就是以整個技術 因為我跟大家講 比特幣這個東西就是 它比較跟著特定的事件 什麼地緣政治風險 或是說黃金大漲 原油大漲等等的 比特幣它會跟漲 在沒有特定事件 出現的情況之下 比特幣 我們就是純看技術面去操作 因為說沒有什麼 額外的事件去推升比特幣 像是說 在前陣子 比特幣它挖礦獎勵減半 這就算是特定的事件 在沒有特定事件的情況下 就是以技術面為主 那以目前比特幣的技術面來看 就是在月線跟季線之下 比較標準的短空型態 那就像我講的 短空型態不是叫你要去放空 而是說 短空型態就代表說 現在市場的投機氛圍 沒這麼強 投機氛圍沒這麼強 換個角度去看 代表什麼 代表說現在市場 都在找投資價值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在這個時間點選股很簡單 找低未接的買進 五月份你一定不會後悔 真的 那你說什麼叫做低未接 低未接我幫大家定義出 三個比較具體的 比較具體的定義 第一叫做本益比低於同業 那我再強調一次 本益比是看預估本益比 看它未來的數字 不是看它歷史的營收 預估本益比低於同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它正在產業的谷底 它就叫做低未接 包含像是近期的被動元件 面板驅動IC 還有記憶體 這些都叫做產業谷底 那本益比低於同業 我跟你講 鴻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鴻海位接很低 你不要覺得 鴻海從100 轉到170好像很高 鴻海的位接很低 鴻海就是很好的例子 那第三點就是說 具有防禦性質 具有防禦性質 就像是說高值利率 金融類股這些都是 那高值利率就是銀建 銀建全部殺下來怎麼辦 我跟大家說 銀建這個東西 我之前就講過 銀建在吃的是它的值利率 不是說房子真的賣多好 因為這個東西我覺得說 沒有到這麼誇張 它在漲就是它的值利率 那值利率這個東西很簡單 當它的股價越漲越高 越漲越高 相同的現金股利 值利率就會往下掉 所以當它的現金股利不變 股價漲到它的值利率 可能剩下3% 4%不到 自然就會有賣壓 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台股 今天的台股 重點還是在這裡 面板驅動IC跟被動元件 來你看 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 來你看 有沒有 台積電 昨天正式佔上了800塊 我在兩個禮拜前 其實這一段行情 台積電跌破了月線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出現系統性風險 無腦的投資首選 叫做台積電 有沒有 我的用詞就是這樣 每天在早上8點半的盤前直播 下午的盤後解盤 我都這樣告訴大家 無腦投資首選 你不想去動腦 但是它也不會讓你賺到最多 但是它可以讓你賺錢 就是台積電 800元現在就閉著眼睛賣 昨天真的上800了 全部都賺錢 大家有說台積電持續看好了 那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800以下叫便宜 1000叫做合力 你說現在800了 要不要賣一趟 你就問自己 有沒有要去放半年 你沒有要放半年 你可以先賣一趟 你如果可以放半年以上 現在就不用賣 就這麼簡單 包含像是2454的聯發客也是 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1000元以下是一個便宜的買點 因為聯發客至少有 有6到7成的營收比重在手機 手機叫消費性電子 消費性電子的股底在第二季 第二季是股底 它在下半年就會復甦 下半年會復甦 它的營收跟股價 就會從第二季開始去做發酵 所謂聯發客 1000元以下真的不貴 這部分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鴻海 171 你說鴻海怎麼會一直上漲 已經創下16年來行動 很簡單吧 它位階低 那很多人說 鴻海從100漲到170 什麼叫做位階低 這時候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一檔股票的位階低或高 不是看它的股價 而是看它的獲利能夠賺多少 鴻海今年預估可以賺11到12 預估賺11到12 170元它的本益比才14倍 而且我跟大家說 鴻海在2024年的預估EPS 跟廣達差不多 廣達也是賺11到12 但是你去看廣達現在多少錢 廣達現在267塊 廣達頂多比鴻海高 大概1塊錢左右 EPS高1塊錢 廣達276 鴻海170 所以你說它不是位階低嗎 它就是在漲它的位階低 所以這部分就可以 就可以下去朝這個方向去做前進 那當然說包含像是 我們一直提到的 被動元件也是 國聚它的位階也很低 我就跟大家講 國聚在600多塊錢 本益比就14倍 那漲到了接近700塊 可能說670 680 本益比頂多頂多也就14倍 連15倍都不到 這就叫做位階低 這就叫做產業的谷底 所以我就說把握機會 我跟大家說 你要減便宜就是趁現在 真的 你說你要低風險又要高報酬 你就是要現在買 很多人說現在很多股票 還沒賺強 就是要現在買 你不現在買 怎麼會有便宜可以減 所以不知道怎麼買 可以買哪些股票 你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帶你來買 或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在裡面直接詢問都可以 下半段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什麼股票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是早上的8點48分 台股市小跌了台詞期貨 是小跌了20點左右 就是說沒有太大變化 所以今天就是以個股表現為主 很多個股今天預計表現都會不錯 我們再看一下 現在的台紙期貨 是小跌了16點 所以預計說今天的台股 可能說高低點的政府 又會壓在100點以內 成交量也會來得比較少 電子成交比重 可能連55%都不會到 所以今天就是去做留意 整個資金可能會轉往一些 比較偏向題材 或非電的族群上面 好 那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面板驅動IC跟備用元件 這些都叫做產業谷底 可以去做留意 因為如果說鴻海它叫做低位階的話 其實很多產業谷底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2327的國具 國具其實它就叫產業谷底 因為我就跟大家講 被動元件的主要應用是在消費性電子上 消費性電子的谷底在第二季 也代表說被動元件的復甦期是在下半年 復甦期在下半年 股價的谷底跟它的起漲點 就大概會落在第二季左右 所以就可以下去做留意 但是因為說國具 整個被動元件的股性也沒有到很好 所以就是說不用特別去追 還有像是2492的華新科 也值得下去做留意 但是如果說兩檔位計要比 國具的位計還是比較低一點 可以下去做 就以國具為主 包含像是面板驅動IC 就跟大家講 面板的報價在第二季觸底質問 友達跟3481的群創 這些都有機會 但是我個人不會去做友達跟群創 友達跟群創我覺得說 目前股價是低點 但是我不會去買它 第一是沒興趣 第二是 它的在今年度 它的能不能由虧轉贏 目前還是未失數 以目前來看 應該都是還是虧損狀態 所以我會去買後段的面板驅動IC 敦泰細創 瑞鼎聯勇 這些 如果說這幾檔裡面 最中規中矩的當然就是聯勇 聯勇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有沒有 我們從上禮拜一直在強調 昨天3034的聯勇持續在創高 包含像是4961的天玉 昨天持續在創高 這些都是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面板驅動IC 天玉持續在創高 再來3592的瑞鼎 你如果說這麼多面板驅動IC裡面 要挑個幾檔的話 我覺得說3034的聯勇 這算中規中矩 穩定 那你說爆發力比較好的 就會是3592的瑞鼎 因為瑞鼎其實不差 瑞鼎它是比較高階一點的面板廠 所以技術門檻比較高 那獲利相對也會非常的穩健 所以瑞鼎可以下去做留意 你去看 以瑞鼎的技術面來講 它也算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說日線剛剛站上它的季均線 如果說以周K格局來看 有沒有 周K格局是剛剛站上月均線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周K從月線下翻到月線上 這就是一個小波段的由空翻多 這就很值得下去做切入 所以瑞鼎可以持續觀察 包含像是 像是整個面板驅動IC 包含像是位階比較低的 昨天所提到的3260的微剛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記憶體不要用追的 你如果要說 以操作難度的高低來分的話 我跟你講記憶體一定可以排名在前三 記憶體它的波動高 而且它跟現貨的聯動性非常非常高 記憶體的現貨報價 連動性很高 所以記憶體千萬不要去追 因為記憶體它的波動是 如果說IP股是第一的話 記憶體它就是第二 所以微剛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8.299的群聯 這些都可以下去做觀察 還有像8.112的至上 就像我講的 至上它是記憶體的通路商 那它同時又具有高殖利率的題材 因為如果說以它的配息 配息來看的話 目前就目前喔 接近100塊的殖利率 還有接近是4%左右 大概是4%上下 算是還不錯的殖利率 這部分就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 飛電的部分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航運跟遊戲類股 有沒有 2637的惠陽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2637的惠陽 跟2603的長榮 這些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長榮 拉回到了月線附近 如果說比較保守一點的 就可以看長榮 那比較想要去賺價差的 惠陽就可以去做留意 惠陽我們當時是在這裡喔 大概是65元這裡 不斷告訴大家 當時我怎麼跟大家講 地緣政治風險 它一定會推升運價 加上原物料近期 都還在高檔 它也會讓運價居高不下 再來地緣政治風險 它會讓部分的航線 沒辦法進入 那部分航線沒辦法 沒辦法通行 就會造成說 整個運價 又再往上推升一波 尤其是散裝 有沒有 我們在近兩個禮拜 幾乎每天都告訴大家 飛電去留意航運 航運 會養到昨天還算高 所以這部分都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就是說 電子成交比重正式回到 正式佔穩60% 或正式回到70%以上 非電都可以搭配去做操作 因為這一定會有熱度 那還有最後一點 我跟大家強調了 遊戲類股 你說遊戲類股利多在哪裡 它不需要利多 遊戲類股最大的利多 沒有人注意到吧 我跟妳講 很多遊戲類股都開始在偷偷漲起來了 因為說 遊戲類股 暑假嗎 好像也還好 所以有什麼利多 好像也還好 就是因為它的位階低 位階低 就是最大的利多 有沒有 昨天傳奇是漲停板 4994的傳奇 還有像是 智慣 它也相對強勢 那包含像是6180的橘子 有沒有 相對都是強勢 你說為什麼它是位階低 我跟大家講 我們就以橘子 可能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橘子 遊戲橘子 代理很多遊戲那些遊戲橘子 以橘子來講 橘子在今年度 光是靠它遊戲的收入 至少可以賺到7塊錢 7塊錢喔 至少可以賺到7塊錢 那再加上它旗下的一些新遊戲 跟舊遊戲的改版 大概是上抗可以到8塊 那你去看 橘子在今年至少EPS 可以到7塊錢 現在股價多少 78 昨天收盤在78塊 本益比連10倍都不到 這不就叫位階低嗎 所以說 最近遊戲股怎麼突然漲起來 有什麼利多 沒有什麼利多 就是因為說它的位階低 位階低就是最大的利多 所以6180的橘子 可以下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網龍 它的位階其實也不高 網龍也可以下去做留意 還有像剛剛所提到的傳奇 昨天漲停板 今天都有機會再續搶 而且你去看 就是說你要去看它的小波段 就切到週K來看嘛 以週K來看 就是剛突破的第一根 算是相對不錯 這部分就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所以我覺得說在這個時間 你要買便宜就趁現在 全世界都要撿便宜 我們當然要跟著去撿便宜 所以有哪些股票是便宜 值得下去做提前佈局 打電話進來 或失去我們的Light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